行政院會昨天通過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其中最大的變動就是公平會 可以向法院申請搜索扣押 以便及時取得違法的施政 行政院會留好通過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增定公平會調查 独占結合聯合等限制競爭行為時 會取得重要物證的必要性 得向法院申請搜索扣押 也有立委針對賦予公平會搜索扣押權提案修法 已經完成出審中院會二讀 吳修明表示如果立法院三讀通過 將依照通過版本執行 行政院版這部分條文就不再送立院審議 行政院版修正草案也刪除 以年度銷售金額新臺幣十億 作為獨佔認定標準的規定 併購案審核也不再看市佔率 只看總銷售金額 未來獨佔與結合的銷售金額門檻 由公平會視經濟狀況調整 讓公平會對違法競爭行為的認定 更有彈性 不過有學者對此持反對意見 如果要立法來調整的話 常常曠日費時 授權主管機關來公告 這樣子的一個門檻 其實是會比較有彈性 也比較能夠符合產業的特性 當你拿掉這兩條以後 若未來再發生像 壹傳媒的這個併購案的時候 那壹傳媒將不超過結合門檻 公平會也可能就喪失的能夠審查 這麼嚴重的媒體集中度問題的案件 修正草案也對於影響社會民生經濟的 獨佔結合或聯合等違法行為 將最高罰還額度加倍至1億元 採處權時效也由三年延長到五年 同業工會或其他事業團體的違法行為 除了現有處分工會或團體的規定 也將處罰實際參與的成員 記者 張志雄 張國良 台北報導